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厕宝们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 老花姨好 再来救救我这盆虎头茉莉吧 三月份买来就生红蜘蛛 喷了爱开马 怎么怎么的 还怎么怎么的 现在就是缺光了厕宝 现在是缺光 光照给注意一下 你看红蜘蛛有的话 老花姨红蜘蛛怎么那么难缠 你在打药的时候一定用水冲 然后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打到叶子的背面 正反面都要打到 而且最好是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药去打 因为一种药不行 好吧 现在给足光照来点肥料 好吧 慢慢的让它缓一缓就行了 下个抽包 我的球篮怎么了 都是长斑 谁家球篮不长斑 你抽吧 这是这个名字 我跟你说 您拿的这个是最普通的球篮 也叫银斑球篮 这很正常 不长斑 不叫球篮 但是 看了下面一个这种褐色的斑 这个就不正常了 这个呢就是水大 缺光 闷根 嗅病 明白了吗 一般都是一些病菌导致的 你要看哪种斑 正常的 有点那种银斑是正常 但是呢 有鹤斑这个呢 就是一种嗅病了 这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适当的 加强那么一丢丢的光照 像锈球也好 像球篮也好 他们需要的光照 都是那种半样的日照 要折音的 就不喜欢强光猛晒 用皮肤稍微一感受 觉得很晒 它就很难受 要是一点没有 它也不行 明白吗 要一定的光照 老板一会儿 怎么样才能放那附花呀 控水的什么啥 老子是不开花 怎么着呢 三脚门吗 三脚门第一 给足光照 你搞屋里边养 肯定是不行 好吧 得给足光照 你光照只要给了足了 一般它都会开花 另外呢 这个花呢 也属于一个风花的一个品种 虽然说没有那么青花 再一个呢 要控水 就是等到绿要干一点的时候 我三脚门就觉得 那么老是干 不行 我赶紧得开点花吧 知道吧 所以说呢 它有一种危机意思 再有一个呢 薄薄的肥料 不要用太多 用太多的淡肥 就是光长叶子 好吗 给足光照 我看着有点缺光 老花叶 杜鹃叶子突然变黄了 这长回事 给瞅一眼 哎好多的臭宝喜欢养杜鹃花 这种呢 就是因为空气湿度不达标 再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啊 好多的花友养杜鹃的时候 总是拿捏不住 有的话说 杜鹃花究竟怎么养 你像这个东西 它可以在附近 在广东 可以去地摘 它是为什么呢 一个呢 是空气很湿润 再一个呢 雨水多 空气很湿润呢 空气湿度会高 就像人一样 皮肤干啊 裂啊 你喝水是补不上的 这个是靠空气湿度来滋润的 对吧 你像这些个呢 空气湿度不够的时候 花打不开啊 花包干笔啊 都是这个原因 雨水高呢 是因为 它长时间的一个雨水的冲刷呢 一般的土壤呢 都会成一个弱酸性 就是那种微酸 你像咱们正常时候 都是浇自来水 肯定是达不到 这两个是刚性条件 好吧 如果两个刚性条件达不到的话 谁养杜鹃都养不好 你包括老花一在内 你像我们棚里面 净化的水 还得折阴 还得空气湿度弄得高高的 那才可以 那不行 要不然养不了 像我这个朋友养杜鹃的话 就养不了 好吧 臭宝 下个臭宝 袖球顶部有花包出来了 但是发干掉了 天津阳台的为啥呀 天津阳台 我看了一下 是光照有点强 好吧 臭宝 光照有点强 袖球花不喜欢强光暴晒 需要光照吗 需要 用皮肤感受 好吧 用皮肤感受 你皮肤只要能感受到的热 这个袖球就开始要塞坏了 好吗 用皮肤感受就行了 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 下个臭宝 又是袖球 有点抽搐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有点水大 有点通风差 这话说 老坏你天天一天水大 雄光通风差 一天又是强光暴晒 这袖球到底怎么样 我说你把它当成人行吗 宝贝 把袖球当成人 人待得很舒服 他就很舒服 这很简单 再说袖球那么皮肤的话 一般就在室内 半阳的光照 就可以了 跟人一样 你只要待在舒服的地方 袖球待着都没什么问题 还要有一定的通风 有的花友就是 我给它放屋里边了 我的袖球就咯屁了 为什么呀 你还出去溜达溜达 透透气呢 你还出去哈啼一下 你不会给它搬到室外吗 大树底下吗 让它哪来快哪待的 不就挺逗的吗 然后呢 他说这个主要是 那个边缘的白点 边缘的这个白点呢 就是你用过什么药啊 或者说碰过什么东西啊 留下的一些个污渍 一些个垢 这个没什么事 好了 希望初宝们养花的时候呢 会越来越棒 我只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绝不得就点子 拜了 拜托